今天我们来练习画天鹅 用墨色来画黑天鹅 两只动态会有一些不一样 一个是伸着脖子的 有一个二的形状 一个是往下伸脖子 然后正面朝向我们的 用小号的白云笔 润湿墨笔 刮笔 一间去蘸墨 然后略微的调一下 视笔 画出比较顺的线条来比较好 我先画他的眼睛 两笔对接 画出眼人 眼珠点一下 上嘴半偏平 长 额顶这里呢 留有一些空白 后面我们要染红色 其他的部分可以染黑色 墨色 晃开一点眼睛部分 那这里的行接 头这里 下巴这里要偏圆一点 画好之后呢 顺势把脖颈 一笔这样戴下来 一笔这样戴下来 然后看他的脖子部分 我们下来画它会越粗一点 墨色呢 逐渐沾水变淡 背部我们先大致画出大轮廓 我们后续再用浓墨去加深一下尾部 翅膀和水纹绑住的地方 然后后面的翅膀尾巴部分呢 用重墨去加一下 然后有一些干笔 腿部 浓墨画出一些斑点 基本上这个鹅的造型就可以先画到这里了 然后我们调尖笔尖 再画另外一支 再画另外一支 也是两笔对接 画眼人 长嘴画了 一孔也可以顺势点出来 从额顶开始画画 脸要圆一点 轻渐变粗 然后后面的身体部分呢 可以留隐约的白线结构 或者是不同的墨色变化 让它这样流出来 尾巴部分也是加重 然后身上呢 也是可能再点一些墨色的斑点 除了画出整体的造型之外 我们再用淡一点的墨色 把水里的阴影画一下 让多余的墨色膝盖 我们大概把它的阴影部分画一下 然后旁边可以加一些活叶 也可以用墨色 刻画一个墨色的变化 按侧缝 把它弄出来 大的结构就好 可以有一些墨色的变化 一些墨色的变化 一些墨色的变化 旁边我们用笔尖去勾画一个荷花 直接用墨色勾画一个状 五花 画一下它们的枝盖 我默默点了以下其他的细节 最后用色笔 红色系的色笔 先调默默 把嘴巴填染一下 去把这个墨色是干了的情况下再去染色 顺量把 把鹅头点染一下 用稍微重一点的 加一点朱砂 更红一点 把鹅头这里点出来 这样就画好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